这个圈形就是P城特别好打的圈形 真正去到这个圈了 P城好打 这里是反过来打的 对 在往前冲 RBS的呈现过来后又是KRG的呈现 这一路上 从MCG的这个移动路线上来看的话 他们的中间附近人也很多 这一波应该算是一个忙 中间的人先出的枪 奶奶一鼻子 被奶奶一鼻子打了 我这个这么慢的一鼻子 这波 而且他中间位置先出枪以后 两边当时枪线还帮不上他 其实确实挺危险的 是的 DSS的枪线相对来说 因为他是一个伏技的姿态 会更合理一点 那他现在打包围 那很大概率也可能是两败俱伤 FTV怎么说 这一波MCG扎进来他活了 他活了 嗯 那北边压力大 南边队友少 这怎么说 那肯定北边动啊 FTV肯定北边已经开始动了 那北边队友实在是积压太多了 脸上还没打完 FTV跟DSS还在互号 另外一边的话 有很多抽把子 你可以看到很多什么 栓鞠啊 连鞠啊 骑骑上阵 抽啊 这会儿得到车 得到人 扶人 但是好像 雷扔的也是比较近 但听到雷声的话 李白也第一时间 不省敢扶 他回头先打了911 然后再继续想办法 我怎么看隔壁天霸 想来分一杯羹啊 这崔敲的拉到山上 天霸现在一个60多分的队伍 就是不一样啊 我感觉三个人可以去 想别的辙 然后 所以只要一个人过来拿分 这是比较符合天霸想法 我一个人过来搞 不是 我看他们这个样子 好像 集体干坏事啊 我这把只要胡个屁胡 就完事了 一番怪 过来抢分 但是来之前 对方已经打完了 这天妈就尴尬了呀 那就该干嘛干嘛呗 反正他也不可能 抢到什么东西 对吧 他这个时间过来 但另外一边的话 防战啊 RBS和KRG 说真的 RBS这一波 忍了KRG很久了 你刚才记得 在那俩鼓仓部 就是KRG打的RBS 对 哎呦 又没记倒 篮杆是我的朋友 你看这俩赞统 篮杆是RBS的朋友 是的 万磁霞 依靠磁力来控制篮杆 哎呀 还没反打呢 逼罩杯 真是惨 这才打扮 这个位置还不好扶 所有窗户都被架着 对方队友要过来过去 哇 但是这波反杀很秀 哇 直接无言挺 干拉杀两个 这也太顶了吧 2-tap 他简直就像是当时那个韩国那个战神附体啊 但他这个ID起的也比较符合他这波的一个操作 两枪一个 是的 进来 听到了一点爪布 12月在里面 提前枪 漂亮 12月老 宝到位了 当年的 第一个MVP 再来 出发buff 当他独自一人的时候 是的 他会有队友的精神加出在身上 哇 这波绕得我 人绕晕了 人绕晕了 哎呦 可惜了 水量太低 而且他刚捕人 我估计那会枪声掩盖了隔壁子的 当然北部的那两个木房 在地形修改以后 现在有很多的反鞋 可以利用 结果他们肯定 注意就要放跑 悟空这里 倒了个95K 95K这个样子 一看就不像是能扶的 直接给补掉了 而且有可能会拉95K 这个侧面的反鞋过来 啊 悟空和 这个地铁就跟这个山头上的 秦王绕柱一样的 咱们俩直接来个移形换位 你来我的位置 我来你的位置 这两个队伍都想捉对方的屁股 是的 这全员自由人 嗯 好像林树这人头也是被 罗斯哥拿到 用联军拿的 GFY跟CTG 是CTG打了GFY屁股 因为GFY想进圈 CTG那个时候 这个时候他不着急动 人头还被K了 罗斯哥直接又拿联军K一分 这农民大演的龙昌军 这两队绕完了没呀 还没绕完 这郁已经 第三次绕到这个 这 可他妈捉迷藏了你 老鹰捉小鸡 终于产生人头了 完了 郁被发现了 绕半天 你说这个就是 你们队伍到底有没有先攻突击手 谁来打1号位的 有人还要加入战场 我看小鹿这个样子 是不是准备 我来搞一下 可以啊 我说小鹿可以啊 他可以扶一波的 就一个人了 这波你扶 这个血量 可以搞对不对 冲了呀 是的 这一看 这个被锁在大仓里面 可是很难受啊 这DT上面俩人 帮不着忙 第一时间贴 不好贴过来 因为下山的这个树太细了 小鹿还被发现了 巨幅隔得好远 把小鹿给抽掉了 这个闪到对方 不能拉出去 不能拉出去 只能家门口 MCE起步的时候 还撞倒了自己人 刚才这山都打了这么久 然后巨幅其实那个 好像是有一个角度 是看不到的 是的 这里TMA 已经是完全包围了 这个大厂 但他也不能从另外一边走 因为他从另外一边走的话 DT的枪线 原来是 FTY出手了 这一波FTY都可以有 DT雷 很准 打了两个 577 这波第一中了 因为他近点 不知道FTY在管远点的人 这波龙死根 577 577再补一个 马洞西从侧面 两个星空型突击手 这个时候577正面直接掩护队友 他会偏大队的信息 是的 漂亮 这个就是两个先空型突击手 一号位跟一号位的结同 博亮打了一个577 在这个时候 博亮一个人 他近点的龙死根 是扶不了的 是在烟里扶人 是的 我觉得是可以扶的 是的 还是想先把这边打完 过点 哎呀 这一波 冲动了 马洞西被直接爆头 侧面 楼枪居然没有打倒 好机会没得打倒呀 这里 这就是比赛经验啊 FTY在这里的处理 显然是比DTT更加 要么就是你觉得两个人是充 对对对 无脑穿烟 那个时候对方的位置 其实基本上已经锁定了 这样一来的话 FTY又是活到了决赛圈 可乐这个点要汇合的话 是有一点风险 然后FTY趁这个时间点 他想去往圈边去走的 因为他宽边 他吃不了蓝圈 是的 但是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在他身上 你这个动静就是大呀 没办法呀 趁着巨幅 刚才在打FTY的时候 MCG找了一个机会 就是这个时候 MCG就是在等 因为我知道你要接 也偏了 是的 但是燕三老公 这个时间还是终究 给他等到了 是的 小灰要过来 舔过烟 不然的话 真的回不去了 另外一边的话 CD在MX被夹住了 MCG也想过来 去抽这SMS的屁股 MCG在这场比赛里面 他做的事情就是这样 你所有的人都在接他 你一接他 我就打你屁股 一接他就打你屁股 小灰独自战斗 又打了I7一个 但是他能不能补是另外一回事 另外一边的话 SMS连连遭重 但是坦克也是被打倒了 现在 坦克旁边有队友 林多想要去救他 SMS腾不出手来 正面压力太大了 正面压力太大了 又吃个雷 直接被补掉一个 我MCG这一波真的是终极平衡 屁股被打了呀 Summer MCG这个前后阵线拉 这就是两头打 两头都得对不起 是 其实大家都是这个情况啊 SMS是已经被团灭掉了 全是我 I7和CDG 刷回来了 哇 这个小姐姐应援 真是有buff的 兄弟们注意一下 决赛选小灰的发挥 他已经有四次击倒了 加上 但他这个地方有点初步来 王涛涛一把三倍镜的墨星大根 这个真的是濒临沉下呀 三倍镜墨星大根 靠着烟雾 转移 最后一个脉段 接得够近了 来雷 哇 这个距离很致命 一雷双上 直接一波 Come on baby 而且小灰灰好像还救下来了 巨幅打得很凶 巨幅这个配合真不错呀 这决赛圈 真不错呀 还没找到 哎 找着了 漂亮 眼神也很好 是的 CDG也打完了 MCG那边病人少吗 是的 小灰服不服 哎 哎 再服再服 新大根 沃斯卡呀 王涛涛 他把夫人的人击倒了 也就是说 哪边彻底崩溃 巨幅 死胆 死胆 那我觉得这个局面还是 因为你决赛圈在麦田上 这个人数优势可是天大呀 我觉得这个局势 很明显 CDG的 是什么鬼 哦 这位 你看 骗了你技能的CD 我来放 啊 一个雷直接将对要放倒 蓝条 漂亮 状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K